第21题 关于下列化学反应式的正确或错误与铝油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H2O2生成H2加O2 错误 因为并非实际会发生的化学反应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双氧水分解成产生的是水跟氧 而不是氢气跟氧 所以这个方程是错误 因为并非实际会发生的化学反应 B.2Mg加O2生成两个MgO 错误 因为反应式左右两边的分子数不同 我们晓得化学反应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会产生新分子 所以我们的分子数本来就不一定要相同 所以他说方程式错误 是因为左右两边分子数不同 这个说法是错的 事实上这个方程式是对的 选项C 两个Na加O2生成两个NaO 正确因为原子种类与树木相同 它的确左右两边的原子种类及树木相同 但这个方程式是错的 因为它并不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化学反应 我们的Na加氧会产生氧化钠 氧化钠的化学式是Na2O 所以这个写法是错的 错误的原因是因为 它并不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化学反应 而它说因为左右两边的原子种类级 树木相同就是对的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选项株式 CACL2加上Na2CO3 生成CACO3加上两个NaCl 正确碳酸钙会冒出气泡 这个方程式本身是对的 我们的氯化钙加碳酸钠会产生碳酸钙加氯化钙 可是这个碳酸钙是沉淀箭头朝下而不是箭头朝上 它并不会产生碳酸钙的气泡 所以这个方程式是错的 因为它说碳酸钙是气体是错的 所以第21题问我们说 关于下列化学反应式的正确或错误与理由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H2O2生成H2加O2错误 因为并非实际会发生的化学反应